扎手当起厨师会怎么样 做菜雕花一气呵成 甚至还能扯一朵小花 日子就这么过去一天 老胡看见日历上标记了一个地方 原来自己以前是演员 他跑去演戏 可想而知 他的演技很差 当犯人受不了 换成群补下手太重 当军人手脚不协调 大家都不喜欢他 另一边小帅冒充他的身份 吃香的喝辣的 他发现老胡家里有一个密室 里边有很多武器 墙上还贴着一些照片和资料 全是关于那个小宋的 于是他决定去找小宋 刚好碰到小宋被跟踪 他带着女生跑到车里 与此同时 老胡是一个认真的人 他决定一定要学会演戏 于是他开始各种练习 终于在一次动作戏里 老胡的动作非常专业 导演让他演男儿 结果这部剧火了 小帅那边经过他不懈努力 成功让美女放下戒心 他们一起吃饭 看电影 然后抱在一起 然而事情会那么容易吗 一天老胡家里电话响了起来 小帅唯唯诺诺的接起来 想听听对面说什么 没想到对方一开口就提起小宋 然后就想和小帅在两天后见面 见面后小帅了解到 老胡是一个杀手 黑帮让他杀小宋 小帅非常生气 老胡这边在火了以后 被男主嫉妒 他让导演把老胡写死 但是导演不愿意 他觉得老胡很关键 于是他在男主不知道的情况下 把老胡写活了 还让他上位绿了男主 一瞬间这部剧爆火 老胡成为了大明星 小帅知道真相以后 想带着小宋跑路 不然老胡记忆恢复 他就会有危险 这一切都被雇佣人看见 他叫小弟找人 把两人都杀死 老胡这边和小敏一家出去游玩 在回来途中下起了暴雨 这一场景和老胡当初杀人时一样 老胡全都想了起来 原来他是一个杀手 他回到家里 发现已经被人洗劫一空 他来到密室 看见手机上的消息和录像 了解了所有事情 原来是小帅趁他失忆 和他互换了身份 只是小帅不知道 自己这么做的后果 老胡根据行车记录仪 找到了小帅的位置 开门就给小帅一脚 然后问小宋 不是说让你不要乱跑吗 小帅不明所以 抱着老胡的腿 让小宋快跑 但小宋却比较平静 他说 你还要我等你多长时间 老胡说出了点意外 现在事情被小帅搅和 变得更严重了 韩国第一的商人